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婆婆拒绝给我带孩子 她说 妈妈生 姥姥养 爷爷奶奶只欣赏 后来孩子和她不亲 她却急了 她给零食过敏的孩子 买劣质小鸡 小食品 用哄孩子 还是奶奶好吧 这些东西 你姥姥可从来不给你买 孩子因此对姥姥恶语相向 姥姥最抠门 姥姥最坏 我和奶奶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姥姥管不着我 老公文言也跟着抱怨 你妈管得太严 孩子确实容易逆反 我小时候 我妈就散养 不也挺健康 我温婉地笑了 老公你说得好像有点道理哦 看来还是婆婆有办法 我这就给我妈买票 咱 不 用 她 了 陈川 陈川 说完那番话 我立马就给我妈买了票 咱们不用她了 陈川 没想到 我是这样的反应 脸上的笑 几乎维持不住 安宁 你知道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妈帮咱们照顾孩子 也挺辛苦的 哦 是挺辛苦 还是老公考虑得周到 我不等她说完 立马将票改成了去三亚的 既然妈这么辛苦 那就让她回家之前 先去三亚度个假吧 于是当天下午 我妈就坐上了去三亚的飞机 送完我妈回到家 家里的气氛诡异得很 女儿妞妞抱着灵石腻在婆婆身边 见我进门 小脸立马朗下来 昂着头一开目光 看也不看我一眼 见我没反应 又故意大声和她奶奶亲密地说话 而她奶奶也热情地大声回应 全程视我为空气 婆婆来的这几天 没少用这样的手段给我妈添堵 有人夸孩子眼睛大 她立马找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看 这孩子眼睛和我年轻时一样一样的 有人说孩子皮肤白 她立马掀起袖子 我就是晒的 看看 这没晒着的地方可白了 总之 妞妞的一切优点都随她 一切小毛病都是我们没戴好 后来我在监控里发现 我妈已经背着我 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陈川见我脸色不好 扯出一个难看的笑 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就是平时你管他太严了 他有点叛逆 正好妈去三亚这几天 你多陪陪他 他自然就跟你亲了 哼 我妈走了 看孩子的重任就这么分配到我头上了 想得够美的 我露出惋惜的表情 那可惜了 我还真的想好好和她培养一下感情 不过这几天 大妹赶项目 我可能几个晚上都不会回来了 说着我走进卧室 提起了早就收拾好的行李 妞妞有些慌 平时虽然有我妈帮忙 但晚上一般都是我自己带孩子 所以妞妞听说我几天不回家 立马从她奶奶怀里正开 抱着零食向我这边张望 我抬眼望过去 她又别扭地别开头 昂起下巴 一副等我来哄的架势 于是我没有搭理她 旅行义务般嘱咐陈川 让她看好孩子 别乱吃零食过敏了 说完就拉起行李箱 直接出了门 对于我的嘱咐 陈川不会放在心上的 零食是她妈买的 她下意识地觉得我那样说 是在和她妈对抗 她不是不知道孩子过敏 然而她是个余孝的人 零食能增进孩子和奶奶的感情 区区过敏她 怎么会放在心上 而我 作为妈妈 到底该不该和她们撕破脸来 保护自己孩子的健康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但是 此时此刻 我不只是孩子的妈妈 我首先是我自己 是我妈妈的女儿 作为父亲的陈川 可以失职 不在乎孩子的健康 那么 作为母亲的 我怎么就不能任性一次呢 况且 在我妈妈受了委屈的情况下 凭什么我还要委屈求全 我住进了公司的宿舍 项目正在最后关头 没有家事的牵绊 工作效率高了很多 三天时间 我没有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 而陈川 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对我的不满 他每天晚上定时给我发消息 告诉我 孩子一切都好 没有挑食 没有不听话 连睡觉 爱夜闹的毛病都没有了 表面上是让我不要担心 实际是在告诉我 他妈妈带孩子 很有一套 那些我妈妈带的时候 出现的毛病 全都没有了 这样一来 就显得我妈妈很矫情了 心底那股怒火 让我更加心安理得地 放任不管了 这种假象 持续到第三天晚上 我关掉电脑准备休息时 陈川打来电话 他刻意掩盖着言语中的慌张 故作淡定地说 孩子后背起了几个小疹子 问我要高在哪里 我说了要高的位置 再没多问一句 便挂了电话 半夜的时候 电话又打过来 这一次伴随着 妞妞的哭闹声 边哭边喊痒 这种程度 肯定不是几个小疹子 那么简单了 陈川终于不再硬撑了 他说 安宁 你快回来看看吧 擦了药膏也不管用 我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哦 过敏啊 很正常啊 他一吃零食就过敏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不是说 你妈散养的娃长得结实吗 慌什么 散养致致呗 我再一次挂掉了电话 同事说我太狠心了 可他不知道 我狠心是有原因的 自从结婚后 我的家庭关系就出现了问题 婚后 我和陈川虽然很喜欢小孩 但商量之后决定 以事业为重 晚几年再生 婆婆却急了 她从农村老家赶来 信誓旦旦地说 我们只管生 之后她留在城里帮我带 我信了她的话 可女儿生下来后 一切都变了 婆婆提议 以后她和妈妈一人一个月 这样有人换班 谁都不会太累 妈妈那时和爸爸 有自己的小生意在经营 纵使困难重重 也立马招聘了帮手抽身出来 答应了婆婆的提议 然后就是糟心事的开始 婆婆会在轮到自己的那个月 推说家里有事 身体不舒服等 来推迟接班时间 常常是我妈照顾两三个月 她来替换二十几天 后来索性装也不装了 轮到她替班时 直接在小区里 联系了一个保姆 等我下班回家 保姆已经在家里上岗了 我想着 雇保姆也不是不行 于是和婆婆商量 请她带保姆几天 等孩子适应 保姆她再走 她却说等不了了 公公自己在家不会做饭 会饿着的 我看陈川 陈川却不看我 硬撑着给她妈定跳 嘴里一个劲捣咕着 没事没事 保姆也能带好 你抓紧回去吧 所有的家长都会担心 保姆带孩子会不上心 只有陈川 为了让她妈安心回家 自欺欺人地说 谁带都一样 虐待孩子的 毕竟是少数 最终是我妈没忍住 在保姆上班时间 赶来看孩子 这一看到好 一岁多的孩子 光脚站在地上 边哭边喝凉酸奶 而保姆正躺在床上 刷手机 谁忍不住 谁就输了 我妈心疼孩子 没忍住辞掉了保姆 自此 开始了漫长的 带孩子生涯 那之后 这件事成了 婆婆的谈资 每当有人羡慕她 不用给儿子带孩子时 她就说 现在不都是妈妈生 姥姥养 爷爷奶奶只欣赏吗 这样的话 她也会当面对我妈说 我妈怕我为难 从不回嘴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和陈川之间 变生了嫌隙 一个不作为的老公 一个余孝的人 是绝不能嫁的 在我和我的家人 全力以赴地 想把我们的日子过好时 他们却一直藏着算计 她并不是真的 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她只是料定了 有人比她先忍不住 而如今 我不过是向她学习 并非不心疼孩子 只是等她先忍不住罢了 据说那天晚上 陈川把孩子送进了医院 急诊医生 开了药膏和脱米药 嘱咐一定要忌口 然而第二天中午不到 陈川的视频电话 就打过来了 这一次她彻底慌了 她说孩子喘不过气来 脸憋得通红 已经送到了医院 这样的情况之前有过 妞妞看别人玩3D打印笔的时候 忽然呼吸到过敏 也是紧急送进了医院 那之后 我妈一直听从医生的建议 在家里备了雾化机 只要有症状 立马做雾化 效果很好 这一次我妈不在 陈川情急之下 便忘了雾化机这一茶 我赶到医院时 妞妞已经做上了雾化 呼吸平缓下来 陈川和她妈妈 也已经恢复了淡定 陈川声音平静地说 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时忘了家里有雾化机的事了 她平常不也总这样吗 妈给做一做雾化就好了 她这样一说 我就明白了 她一定是怕我怪罪婆婆没带好 言外之意 我妈带的时候 孩子也总犯这个病 她这么遮掩 一定是婆婆没有遵医嘱 给孩子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陈川说完 防备地看着我 生怕我揪根问底 妞妞也心虚地去着我 然而 我并没有像以前一样 紧张地想知道她的致敏缘 而是听完她的话 直接顿住了脚步 连病房的门都没有进 既然没事 干嘛火急火燎地叫我来呢 我工作还没完成 既然没事我先回单位了 陈川一正 不可思议地抬头看我 怎么 还有事 我问 她捏如了片刻 脸色转了几转 才硬着头皮开口 妈说家里有事要回去了 我抱起手臂 哦 所以呢 陈川没有说话 转头看了妞妞一眼 妞妞眼泪还挂在眼圈上 眼底一片淡青色的阴影 应该是其疹子没有睡好 再加上吃零食消化不良了 她倔强又委屈地看着我 就等我一开口 她好哇的一声 钻到我怀里求和 但我没有理她 淡淡地别开眼 转向陈川 你不是说 你妈带孩子不娇气吗 怎么 你妈不会不同意给你带吧 不应该呀 你之前不是说妈 因为孩子跟她不亲还哭了吗 既然她这么在意 孩子怎么会不给你带呢 陈川低下头 一言不发 婆婆的段位 显然比陈川高得多 她立马接过话茬 哎呀安宁 不是我说 妞妞这孩子底子太差了 你怀孕的时候 体质就不行 不像我那时候 吃啥都香 所以小川小时候就好带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底子再不好的孩子 带好了也能养过来 这孩子就是没养过来 她微不可查地翻了个白眼 带孩子太娇气了 可锻炼不出健康孩子 没听过现在有个词 叫没苦硬吃吗 带孩子太仔细 就是感动自己 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看这孩子啥都不能吃 还总做物化 多遭罪啊 一番话说完 妞妞挖的一声哭出来了 所有的委屈都怪到了 姥姥身上 呜呜呜 姥姥什么也不让我吃呜呜呜 别的小孩都能吃零食 就我不能吃呜呜呜 姥姥还不让我玩打印笔 还有捏捏乐 姥姥最坏 她边哭边偷眼看我 我冷眼旁观着 一动未动 婆婆顺势一把搂过了妞妞 一边抱在怀里哄着 一边跟着抹眼泪 我大孙儿太可怜了 奶奶收拾他们 安宁啊 等你妈回来 你可得好好说说她 营养餐不用顿顿做 这样她也不用总说累了 这番话 先是怪我基因不好 再怪我妈带的不好 我不及时还嘴 只是想看陈川反应 陈川何等聪明 不会听不出她妈颜外之意 她脸色占红 却也只是温吞地 让她妈少说两句 我协议着门框 慢慢站直了身体 陈川健壮立马拦我 别往心里去 我妈只是心疼孩子 我推开她 向婆婆走过去 所以说了这么多 就是不打算 在你儿子困难的时候 帮她一把了 是这个意思吧 婆婆抹了把脸 我可没说不帮忙啊 只是这孩子这体质 我打断她问道 你们家前年种地 是不是收成不太好啊 婆婆愣了一下 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 是啊 收成不好 你都知道去找卖种子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怎么孩子体质不好 就光怪我土壤不行了 婆婆反应过来 脸立马拉了下来 我家陈川体质可好得很 陈 川 我拉着长音叫道 你来告诉咱妈 你是不是过敏体质 妞妞的过敏 遗传自谁 婆婆阴着脸盯着陈川 我也好整以侠地欣赏着 陈川局促的模样 她念如半嗓 才憋出了一句 我 确实过敏 看她妈沉下脸 立马接了句 不过没这么严重 婆婆狠狠弯了她一眼 我怎么不知道 你小时候过敏 我悠悠开口 那看来陈川小时候 不是婆婆带的了 怪不得呢 婆婆不是说 就算这体质不好的孩子 照顾好了 也能养过来吗 要是婆婆带的 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 在座的几人心知肚明 陈川小时候 就是婆婆亲自带的 于是听完我的话 婆婆的脸色 轻一阵白一阵 最终想到对策般 耿着脖子转移话题 我可没说不帮我儿子啊 我早就说过 妞妞我能带 但得带回农村 是你们舍不得我 把她带走 这可怪不着我 又是这一招 我曾经确实因为 舍不得孩子被带走 所以委屈了我妈 现在回头想想 婆婆哪里是真的想带走孩子 她只是断定我舍不得罢了 她像捏到了我的软肋一样 继续虚张声势 你们要是舍得 我下午就带她走 我一会就去买票 你们想孩子 可别怪我没空给你们 来回折腾 妞妞文言从她奶奶怀里 抬起头来 抽抽搭搭地看着我 我走过去 伸手抹掉了 她脸上的泪 婆婆健壮得意起来 看吧 是你们舍不得 可不是我 别哭了 我对着妞妞温生开口 姥姥醉坏 以后我都不让她来了 今天开始 你就跟着奶奶回农村去 奶奶最懂育儿了 跟着她你就有 吃不完的零食 高兴吗 我说完 对面的三个人都愣住了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对孩子一向紧张的 我会同意婆婆的提议 婆婆慌张地去我的脸色 看不出真假 又去看陈川 小川肯定舍不得 对吧 可陈川曾经为了拿捏我 亲口说过 只要我同意孩子回农村 她不会反对 此时陈川面色心疼地 盯着妞妞 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骑虎难下是吧 那也得给我下来 我勾起嘴角 冲他们摇了下手机 票定好了 我效率怎么样 妞妞崩溃了 哇哇大哭着 要让奶奶留在城里陪她 接下来的事 就是他们自家人的矛盾了 我拎起包脚步 轻快地出了一地鸡毛的病房 妞妞最终被婆婆带回了农村 据说当天她抱着她爸爸的腿 嚎啕大哭 说什么也不要离开家 陈川心疼得眼眶通红 挺大个男人在病房里就哭了 而婆婆顺势劝陈川和妞妞 让他们给我妈打电话 可陈川没有那个脸 她绝不会越过我 私自去求我妈 妞妞成功被她灌输了姥姥坏的观念 也说什么都不肯打 僵持之下 三个人互相埋怨着 最终婆婆气急败坏地带走了 哭闹不止的妞妞 陈川放心不下 于是在我的提议下 她在婆婆家安装了摄像头 我结束一周的工作回到家后 她正在家里看监控 见我回来 不动声色地抹了脸 然后默默扣下了手机 我将她手机翻过来 解锁放好 妞妞便出现在画面里 她穿着一件肥大的脏背心 哭咧咧地跟在婆婆身后 似乎是喊饿了 婆婆正和邻居阿姨 拿着手机拍视频 来回摆了几个角度 都不对 在一次开拍时 直接把妞妞轰到了一边 妞妞站在角落里 抹了灰眼泪 直接自己搬了小凳子 从冰箱里 拿了个凉包子出来 室内没有开灯 我和陈川沉默着 都没有说话 妞妞狼吞虎咽啃凉包子的画面 静静播放着 陈川终于控制不住 将脸埋进了手心里 她肩膀耸动着 良久抬起头用祈求的眼神看我 安宁 我们能好好谈谈吗 我压下猴头的苦涩 给她递了张面金纸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陈川感激地来握我的手 我画风一转 你是不是怕我看了监控 心疼妞妞 你放心 心疼归心疼 既然你说了 散养的孩子更健康 那我愿意相信你一次 我反握住她的手 目光惩治 再说了 上次你妈来妞妞和她不亲 她不是还怪我们 舍不得让她带孩子吗 她哭得那么伤心 你也跟着心里不舒服 我看着陈川 那副吃瘪的表情 一字一顿道 所以你放心 这次我一定让他们 多培养一下感情 绝不会再让你难受了 我安慰了陈川 就自顾自地回卧室休息了 当晚她一个人喝闷酒 喝到半夜 陈川不是反应迟钝的人 我们从底层打拼上来 自然明白对方 都不傻不天真 我为什么装傻 她应该心知肚明 但苦果子是她自己种下的 哭着也得吃完 监控看了三天 妞妞的咳嗽声越来越频繁 起初能看见婆婆 给她做物化 后来便听了邻居的建议 直接将大人吃的感冒胶囊 喂给了妞妞 矫情的 以前没雾画机 也没看哪个孩子咳嗽坏的 陈川终于坐不住了 她把电话打回去 告诉她妈 不要乱给孩子吃药 她妈当场炸了 监视我是吧 信不过我 你怎么不领回去啊 听没听那短视频上说 父母给你带孩子是情分 不给你带是本分 陈川调低了手机音量 转身进了阳台 并且反手关了阳台门 躲我 好啊 免得我躲她了 我大大方方接起妈妈的电话 告诉妈妈 完痛快了再回来 我说陈川休假了可以带孩子 我妈信以为真 直接约了老朋友说 趁机去成都吃火锅 陈川和她妈闹得很不愉快 不过据我对她的了解 应该也只是她妈单方面输出 毕竟她从小接受的 普尔告诉她 顶嘴就是不笑 作为家里的大儿子 争宠争不过小儿子 只能靠听话取胜 接下来的几天 婆婆的社交账号 持续发着她一百级美颜厚的小视频 视频里有多么岁月静好 监控里妞妞散养的程度就有多深 视频里和姐妹一起刚采的蘑菇 大家猜猜有没有毒 监控中 妞妞吃着辣条 喝着凉水 视频里亲手做了一桌子菜 等老儿子带女朋友回来 大家看看这菜像不像样 监控中 妞妞正从炉子里往出扒红薯 红薯应该是没熟 妞妞又转到桌子边 扒在桌檐上伸手去抓菜 她抓的应该是一盆毛血网 沉川慌了 她一顺不顺地盯着监控 一把拿过我的手机 给她妈打电话 她妈正在摆姿势 找角度录视频 直接把她的电话挂掉了 亲手做了一桌子菜 等老儿子带女朋友回来 大家看看像不像样 原话又录了一遍 录到一半 电话又疯狂响起来 她再一次不耐烦地挂断 我提醒沉川 视频里可以直接说话 于是沉川打开功能 直接冲她妈喊道 别露了妈 看孩子 妞妞 别扒桌子 婆婆被沉川的声音吓了一跳 立马变了脸 吓我一跳 又白露了 说着伸手去打妞妞的手 等会吃 人还没到呢 妞妞挣扎着使劲一抓 一大盆毛血旺 直接被扒翻了 那天 沉川连夜去把妞妞接了回来 她边开车边哭 嚎啕大哭 她说 安宁我错了 我他妈错了 可是我错了 为什么会报应到我闺女身上 我闺女从小到大 一点伤都没受过 她得多疼啊 那天后半夜 妞妞终于在急诊室包扎完 回到了家 打开家门的那一刻 妞妞睁开轻松的睡眼 眼圈一下就红了 她哇的一声 朝我伸出手臂 妈妈 我想家了 小小的人 浑身脏兮兮的 脸上还带着几条泪痕 裸露的皮肤上 带着抓破的红疹 那一刻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疯狂地涌出来 陈川更是蹲在地上 抱头痛哭 妞妞紧紧抱着我的手臂 很久很久才睡着 陈川 趴在妞妞的床边 整理着妞妞额头前的碎发 看了又看 时不时地抹着眼泪 终于她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来 安宁 她叫我 等我抬起头 她郑重地扶着我的肩膀 对不起 她说 我知道 这个道歉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但是安宁 虽然有些晚 但却绝对是我发自内心的 最真诚的歉意 看吧 她也知道有些晚 她什么都明白 她说 对不起安宁 我不该说岳母管孩子严格 那不是我的真心话 当时孩子说讨厌姥姥 我是怕你迁怒于我妈才那样说的 我让你寒心了 妞妞咳嗽住院 我不该隐瞎你真实病情 我不该为了讨我妈欢心 让孩子吃零食 忽略孩子健康 我余孝让你失望了 她顿了顿 猴杰上下滚动 继续尖色地开口 我更不该放任孩子跟我妈走 我知道 我妈不是真心想帮我带孩子 我只是想等你先忍不住 主动叫岳母回来 是我逼你 让你伤心了 我最最不该 在看到妞妞处境后 还为了面子死撑着 不肯跟你坦白 是我的袖手旁观 让妞妞最终受到了伤害 我真的知道错了安宁 陈川像个缜密的医生一样 起手剖开自己内心 仔细复盘 她道歉的每句话 都说到点子上 这才是真实的她 敏感 细心 功于心计 这样一个无比理性 又死要面子的人 终于被宝贝闺女的伤势触动 愿意放下面子 露出脆弱的一面 主动在我们这场拉扯较量中 缴械投降 我也该被触动的 我猜陈川也这么想 然而我的情绪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 陈川精准的道歉恰恰说明 在整个事件中的每一个环节 她都清楚地了解我的感受 只是 她当时权衡利弊 不愿对我施以关注 那么如今 她又怎么会真的在意我的感受了呢 兵法上 她这招应该叫以退为进吧 貌似真情流露 视若低头 实则另有算计 她深知 妞妞已经指望不上她妈 于是还要从我这里 找到突破口 唯一能打动我的 就是借由孩子受伤来破冰 她剖析自己 承认她妈的错误 从而和我统一战线 这不就是女人在婚姻中的执念吗 她们迫切地希望 丈夫可以站在自己的一边 如今 陈川以为 她终于给了我这份殊荣 我该知足了 果然 她道歉过后 就开始神情痛苦地回忆起 她的悲惨童年 无非是爸妈偏疼小儿子 小儿子出生后 她被散养 于是长大后缺爱 只能通过讨好父母来获取慰藉 她说的真情实感 我听得十分敷衍 她想通过被赐原生家庭 来换一个和我敞开心扉的机会 若是以往 我一定会以真心换真心 并且努力地帮她抚平伤疤 然而真心被算计久了 很累的 我兴致缺缺地听了会儿 挑起眼皮子打断她 所以 你跟我说 这些事想干嘛 悲伤的表情 瞬间在陈川脸上定格 她错愕道 我只是道歉而已 我是真的错了 我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希望你听完 心里能好受一些 我点点头 是吗 既然你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 也承认造成这一切后果 都是你的原因 我盯着她的眼睛问道 那你愿意为你的错误 付出一点代价吗 陈川错愕地看着我 仿佛不认识我了一般 却仍然硬着头皮答 愿意 我站起身 愿意的话 你自己想办法带孩子 我工作实在忙 走不开 妞妞其实五岁了 只不过上的公立幼儿园 暑假放了两个月假而已 假期还剩一个月 陈川看我态度坚决 便开始联系保姆 可妞妞胳膊有伤 她面试了几个保姆妞 都害怕 哭着闹着要找姥姥 陈川没办法 只能跟单位申请在家办公 她跟着项目接近尾声 好多事情要衔接处理 她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她因为一边应付孩子 一边工作而出了错 跟体制内的甲方 对接开票信息时 提供了错误信息 一层层审核下来 最后导致项目面临搁浅 领导毫不留情面地痛骂了她一顿 然后厨房里煮着的面就糊了 她处理锅灶时 妞妞在卫生间玩水 忘了关水龙头 水流了一地 满屋的浇湖烟味 陈川崩溃的一把摔了锅 妞妞吓得大哭 她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去哄 等妞妞平息下来时 陈川如脱了粒一样 默默地倚着墙 坐在了地上 她下意识地拿出手机 划了两下 调出了婆婆家尚未拆除的监控 热闹欢乐的画面 就出现在眼前 惬意的夏日午后 婆婆家聚了一群朋友 他们穿得花花绿绿 正笑哈哈地研究着 怎么拍小视频 婆婆像个专业的摄影师 正记录着她生活中的 小美好 和姐妹们欢聚一堂 做几个拿手小菜 看看多有食欲 一条不成 再录一条 和姐妹们欢聚一堂 做几个拿手小菜 看看多有食欲 视频录完 婆婆跟大家敬酒 这次聚完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老儿子女朋友怀孕了 我必须得去照顾照顾啊 说不定肚子蒸气 我就抱上大孙子了 手机被丢在地上 陈川渐渐捶下了肩膀 而后发自心底的悲鸣出声 陈川面临降职 他终于卸下了所有骄傲 颓专地求我好好跟他谈一次 他说 安宁 我好像一条狗啊 一条心思龌龊的流浪狗 他仰头喝了杯子里的酒 我敏感自卑 我小心懦弱 我永远不敢开怀地笑 永远不会坦诚交心 我总是装出一副凛然难犯的模样 来掩饰自己的狼狈和卑微 我不想这样的 可我是一条流浪狗啊 陈川侧头 朝我扯出一丝苦笑 有泪从他的眼角落下来 安宁 我习惯性地去算计 去争抢 去讨好 我真的活得好累 他小心翼翼地扯住我的衣袖 安宁 我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 真的大错特错 我现在改还来得及吗 我们还会回到从前那样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我说原不原谅我 需要时间考虑 不过现在我的项目已经结束 我可以请假带妞妞了 对于他的感情牌 我并没有接招 陈川善善地又戴上骄傲的面具 谢谢 他说 以前的事 等你消气了再说 这次请假 帮我带孩子 算我欠你一次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其实我本来就打算请假了 因为婆婆在陈川接走妞妞后 就给我妈打了电话 她说 亲家母啊 你家这孩子我可带不了啊 底子打得太差了 两天一小病三天一大病的 满身疹子边挠边咳嗽 嘴也惯得太挑了 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的 到我这半个月 已经瘦了三斤了呀 再有 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汤了 我做什么都不对 一到晚上睡觉就找姥姥 半夜做梦 也哭着要姥姥 我妈听完就瘦不了了 她说 那么小的孩子一共才几斤啊 就瘦掉了三斤 于是谁劝也劝不住 非要定票 立马回来 我安慰了一通 跟她再三保证 孩子没事她也不放心 没办法 正好我请假调批了 便拍了照片给她看 陈川回单位加班了 家里只剩我和妞妞两个人 至于妞妞 早在回城的那天 就开始跟我道歉 她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衣袖 妈妈 我好想姥姥 我不该对姥姥说那样的话 我问 为什么不该那样说 她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抽抽大大地回答 因为奶奶对我说了难听的话 我听完觉得很难受很难受 我对姥姥那么说实 姥姥一定也难受了 她的眼泪大颗大颗滚下来 妈妈 我不是想让姥姥难受 我只是想吃零食 奶奶说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妈妈 我再也不馋了 呜呜呜呜 我要姥姥呜呜呜 说实话 我第一次当妈 大道理我不会讲 但想办法让她自己感悟 这是我应该做的 于是在她的强烈要求下 我带她去见了姥姥 我妈已经提前结束旅游回了家 在我的要求下暂时没有联系妞妞 我和妞妞去的那天 表姐一家也在 表姐的女儿 朵朵比妞妞大两岁 因为住得近 所以和我妈特别亲 妞妞进门时 我妈正在厨房里做饭 朵朵守在厨房门口 缠着我妈聊天 姨姥姥 你今天做的什么营养餐呀 还没熟就好香哦 我妈笑着回头 轻易地掐了一下朵朵的小脸蛋 小馋猫 快去把你的口水擦擦 要是饿了先吃点水果 饭要等一会儿才好 朵朵夸张地用手背抹了下口水 我不要吃水果 我要留着肚子装姥姥姥的营养餐 我最爱吃姥姥的营养餐 我妈被朵朵逗得喜笑颜开 抱起朵朵一阵嬉闹 妞妞就这样悄悄地躲在门口 偷偷看着 眼圈渐渐红了 直到朵朵听见门口的动静来拉她 她才别别扭扭地跟着进了门 我妈看了眼妞妞的脸 马上受不了 她立马别开头去 偷偷抹眼泪 可这个动作 看在妞妞眼中 就是另一番意思 她以为姥姥更喜欢朵朵 而不是她了 于是一直怯怯地 念念地 表姐是医生 更是心直口快 她看了妞妞的样子 震惊地瞪大眼睛 这是亲奶奶吗 亲孙女舍得这么祸害 她知不知道 过敏严重 会引发支气管哮喘 会死人的 你家妞妞食品添加剂过敏 陈川不会没跟她妈说吧 这可真是为了讨好老妈 拿孩子献祭呀 以往这些话 我从不让妞妞听到 我希望她在爱的包围中长大 大人之间的举语 不要让孩子参与 可这次我没有阻止表姐 有些风雨 是成长中必须去经历的 妞妞听完 整个人都围抿下来 她抱着我的腿 偷偷往我衣服上擦眼泪 她悄悄说 请我帮她和姥姥道歉 我给她擦干眼泪 冲她摇了摇头 上次明明打了你 她妈妈替她跟你道了歉 那你现在原谅明明了吗 妞妞扁扁嘴 伤心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原谅她 因为她不是真心道歉的 所以呀 我不会帮她去说 不切身感受错误带来的后果 怎么保证下次不饭呢 饭菜上桌 妞妞似乎做好了心理建设 她抹掉眼泪 鼓起勇气 帮忙分筷子 然后满怀期待地捧着碗 乖乖坐在座位上 那里有她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每一次姥姥都第一个给她加一块 然后她边吃姥姥边夸她吃相好看 这一次姥姥加起排骨 妞妞就红着脸 鼓起勇气将碗递了出去 可姥姥却看也没看她 直接将排骨放在了朵朵的碗里 妞妞低下了头 一粒一粒吃着碗里的米饭 表姐给妞妞加了块排骨 妞妞这么好吃的饭多吃一点呀 我妈边给狼吞虎咽的朵朵擦嘴边说道 妞妞不爱吃我做的营养餐 你们多吃一点 妞妞文言哑然失语 愣了半晌 只能闷头用实际行动表示 她大口大口吃着我妈做的饭 朵朵吃什么她吃什么 噎得又打嗝又咳嗽 我妈终于忍不住开始抹眼泪 她一把搂过妞妞 祖孙两人抱头痛哭 妞妞也终于说出了那句对不起 她边打着哭嗝边说 对不起姥姥 我不该嘴馋 我让姥姥伤心了 姥姥我好想你 我以为你再也不要我了 如果姥姥愿意原谅我 我永远不吃零食都可以 到如今 一切时机都刚刚好 于是我向陈川提出了离婚 并主张孩子的抚养权 生活并不是爽文 我可以抛福 但绝不能弃子 我未经孩子允许 把她带到人世间 我对她有抚养和教育的责任 她没教养是我的错 她不辨是非是我的错 在她成年之前 我有义务倾尽权利 教会她做人 至于之前的放任不管 任由她被奶奶带回农村 都只是权宜之计 其实 自陈川数落我妈的那一刻 我便有了离婚的念头 可离婚之后 孩子怎么办 却是个问题 孩子跟了她 就算婆婆同意帮忙 我也不想让孩子 接受那样扭曲的教育 所以 我要想办法 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可是陈川赚得比我多 对孩子又十分上心 让他主动放弃 抚养权很难 于是我才出此下策 促成孩子回农村的局面 摄像头是我提议安装的 我让陈川亲眼看着 她的宝贝女儿被散养 让她亲眼看着她妈 给她带孩子这条路行不通 除此之外 陈川不知道的是 婆婆走之前 我故意在她面前打了个电话 我装作不知道 她在我的门外 假模假样地对着空气说 妈 孩子终于要被我婆婆带走了 还是你的方法有用 这下你就清闲了 婆婆是带着怨气走的 我猜她 势必要想办法扳回一局 那之后 我注册了短视频账号 将账号伪装成一个清闲的 五六十岁的女人 我关注婆婆 给她拍的视频点赞评论 你短视频拍得真好 专心拍早晚会火呀 然后 我再关注更多的婆婆博主 他们分享的 不帮孩子带娃的鸡汤 自然也就会被婆婆刷到 学道 让儿子不放心 他们自然就不用你带了 婆婆点赞这条视频时 我内心的纠结和罪恶感 达到顶点 我提心吊胆地盯着监控 心里对她 作为奶奶的底线 十分担心 那些妞妞饿肚子的画面 每晚都像一根刺一样 让我不得安宁 我反复告诉自己 那是亲奶奶 不会有事 终于 陈川比我先崩溃 她示弱 她道歉 我正好提出 让她暂时自己带孩子的要求 我利用她对妞妞的心疼 让她亲自体验了一回 带孩子有多难 她焦头烂额 切身体会到了 抚养孩子的艰辛 当我再次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时 她就不会自不量力 而妞妞那里 如果我当时提出离婚 她势必会为了挤包零食 而选择爸爸奶奶 可现在不同了 拜婆婆所赐 她回到城里那天 像逃出了难民营一样 我给她洗掉了脏污 换上了漂亮的公主裙 我带她去医院 开了特效药 做了全面检查 她不再养得抓喉咙 不再吃不到热饭 她患得患失的黏着 我寸步不离 也真心地觉得 姥姥做的营养餐 是人间美味 她更懂得了珍惜 懂得了不再恶语伤人 更懂得了 谁是真正对她好的人 所以她会选谁 不言而喻 陈川起初不同意离婚 她想不通 她说是你说的 婚姻需要磨合 磨合的过程会痛 但我们要为了爱忍一忍 现在我已经把尘科剖开 磨掉 我承诺往后的日子 不会再有磨合的痛苦 你到底为什么 不肯给我一次机会了呢 我平静地看着面前憔悴的人 你也知道 是为了爱才会忍一忍 陈川脸色瞬间变白 我悠悠问道 现在爱没了 你还能再给我一个 忍下去的理由吗 陈川的手在抖 我说的话 她仿佛要费很大力气 才明白其中的意思 这很正常 我们从校服到婚纱 携手走过了十几年 中间无论经历什么挫折 都没有人轻易提分手 她不敢相信 在孩子五岁时 我会如此决绝地要离开她 她哭了 没有声音 五官就在一起 鼻涕眼泪一起流了出来 好半晌 她才抹了把脸 慌慌张张地摸出手机 她似乎看了眼时间 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她语无伦次 老婆我上班要迟到了 我们晚上再说 今天周日 她头也不回往外走 你晚上别忘了 去幼儿园接孩子 我可能晚点回来 提到孩子 她忽然又停下了 她转头看我 为了妞妞 安宁 妞妞就是理由啊 我们的孩子 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 她说完快速打开门 仿佛走得快 我就会改主意一样 陈川 我叫住她 如果是你 你会为孩子 做到什么程度 你会为他 做出多大牺牲 陈川回过头 眼底通红 她没有丝毫犹豫 表情坚定地说 安宁 妞妞比我的命都重要 可以说 我的后半生 都在为她而努力 我笑了 你这么想就好 陈川茫然地看着我 我整理好结婚证书 向她走过去 我提离婚 就是为了妞妞好 我要给孩子打个样 用实际行动告诉她 不值得的人 不要一措到底 我语气轻柔而坚定 我的宝贝女儿 我希望她敢爱敢追 也敢离开 敢放弃 我不希望她委屈求全 被任何世俗标准束缚 被任何亲密关系牵绊 我要让她有这个底气 有勇气 摆脱任何不如意的生活环境 陈川正在那里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像是被我的一番言论震惊了三观 过了好久 目光从茫然到渐渐清明 她皱着的五官舒展开 忽而笑了 她似乎想通了什么 她缓缓直起身 笑着靠在了身后的墙上 她喃喃道 我的宝贝女儿 确实应该长成那个样子 她目光望向虚空 像是见到了女儿长大的样子 你说得对 安宁 我的宝贝女儿 确实应该是那个样子 她低下头 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她会长成那个样子的 因为她有一个好妈妈 陈川向老了十岁 她忽然就释然了 她朝我张开手臂 再抱一下吧 否则我不会跟你去民政局 历经三个月 我和陈川的离婚风波告一段落 妞妞的幼儿园也已经开学 我上班就可顺路接送她 生活归于平静 陈川并没有从我们身边消失 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爱孩子的好爸爸 她定期给妞妞存高额的抚养费 几时间陪妞妞参加各种娱乐活动 她的家庭关系依旧不是很和谐 她妈妈再一次找她 让她出钱帮她弟弟养儿子时 她果断拒绝了 她和妞妞说 她在试着跟自己和解 妞妞听不太懂 但妞妞告诉她 要记住 妈妈说的话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支持爸爸 陈川说 不过你妈妈说的话 你可一定要听 妞妞反驳 不是这样的 我妈妈说她说的也不一定全对 她让我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陈川摇头苦笑 我远远听着妞妞的话 心里五味杂陈 万幸 我带到世上的这个孩子 终究没有长歪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男友妈妈喜欢美苦硬吃 出去旅游 她非要坐公交去机场 结果错过了起飞时间 花了三千多改签 未省饭钱 她坚持自带咸菜 苹果和快过期的牛奶 导致又额外交了一千块托运费 未省路费 大夏天她坚决不打车 非要在烈日下步行 最后中暑进了医院 她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无语 你吃的苦还不够吗 成为人上人了吗 眼看飞机都要起飞了 男朋友王璐和他妈妈还没来 我打电话催促 王璐却说 他们坐了公交车 还有半小时才能到 为什么坐公交 我不是告诉你打车吗 电话那头传来他妈妈 陆阿姨的声音 打车太贵了 公交车也不慢啊 你让飞机等一等 通融一下 这是机场 不是楼下菜市场啊 我忍住脾气没发火 改签了两个小时后的航班 看着三千五百的改签费 我的心在滴血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 王璐和璐阿姨终于来了 我看着璐阿姨身上 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满是疑问 阿姨 我之前给您买了好几身新衣服 怎么不穿呢 好衣服留着以后穿 我们那时候 哪有你们现在的条件 都是新三年就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旅游多贵啊 其他地方能省则省 王璐曾经说 他妈妈年轻的时候 吃了很多苦 所以养成了节约的习惯 所以当时我脑子一热 邀请他们去旅游 咱们长大了 也该带父母出去旅旅游 享受生活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 这旅途的三天 将成为未来五天里 最遭罪的十天 我对着王璐 没好气地说 不是让你早点出发吗 璐阿姨赶忙说 我们五点多就起来了 临出发了 想起来昨天煮的粥还剩了点 扔了可惜 我们娘俩就吃了 王璐则站在一边没说话 时间都来不及了 怎么没打车呀 打车多贵呀 璐璐说得四十块呢 公交车转两趟就到了 便宜 这一下省了三十多块钱呢 为了省下小米粥和打车费 浪费三千五百的改签费是吧 我想他可能是不懂机票改签有多贵吧 算了钱已经花出去了 也没必要再说 免得让老人家不开心 好了好了 咱们去直击 要来不及了 等等 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 我这才发现 王璐带了两个行李箱 他妈妈身上 还背着两个大包 王璐的妈妈得意地说 外面买的东西都贵 你们年轻人 吃好喝好就行 阿姨吃点咸菜管饱 他在背包里翻找了一下 怕你们路上渴 我专门带了白开水 带了三大杯 肯定够喝了 等喝完了 就找个饭店再要点热水 就不用花钱了 阿姨 液体不能带上飞机的 他没听到 又从身后背包里 掏出一个苹果塞给我 这苹果上个礼拜买的 要是放在家里 旅游回来都该坏了 楚楚 赶紧吃 别客气 我看着手里的苹果 不知该说什么 到了行李称重环节 机场人员微笑着问 女士您好 行李超重 需要额外支付 一千二百五十四元 托运费 您是微信 还是支付宝 我震惊 不可能 我之前出去旅游带的东西 比这次多多了 都从来没有超重过 王璐皱着眉说 楚楚 你是不是带了很多衣服 和化妆品呢 璐阿姨也接话 我看是行李箱太重了 我就说 拿个塑料袋轻便 你们非要装个箱子 这下好了吧 楚楚 你看你的化妆品什么的 能不能放机场寄存 回头再取出来 这托运费也太贵了呀 陆阿姨连连点头 就是 我们那时候 哪有这条件涂脂抹粉啊 要我说 年轻人不化妆也好看 而且我听说化妆品用多了 会不孕不遇的 我看以后都别用了 不是的阿姨 不过那么多化妆品 扔了也太可惜了 还是看看能不能退吧 现在先存着吧 回来了再过来拿 王璐她妈妈 还在自顾自地说 我简直想大喊一声 师父别念了 我询问工作人员 请问是哪个行李箱超重了 工作人员指了指 是这个黑色的皮箱 和这个 呃 彩色的包 超重了 麻烦看下怎么处理 是陆阿姨带来的包 那个彩色的包 底色已经被洗得发白 上面左一块 右一块打满了补丁 我无奈地问 阿姨 您带什么了 怎么这么重 陆阿姨也慌了 不会啊 我没带什么贵重的东西啊 一边说着 她一边打开了包 我探头一看 包里 有一大袋咸菜 有半包苹果 侧面已经有腐坏的痕迹 行李箱里 一半装着牛奶 另一半装着保温杯 鸡脚嘎拉里 塞着两三件衣服 都是补丁 拿起牛奶一看 已在三个月前过期了 而王璐的妈妈 还在阵阵有词地说 这牛奶可是名牌的 我都舍不得喝呢 出去旅游多贵啊 我从家里自己带吃的 喝的 能省点是点 阿姨 这个苹果都快坏了 牛奶也过期三个月了 直接扔了吧 这俩东西加起来 都没托运费贵 不料王璐的妈妈 斩钉截铁地说 不行 这苹果扔了多可惜啊 这牛奶可贵了 我试着退一步 那寄存在机场行吗 咱们回来了再去拿 不行 回来了 苹果都坏了 没准别人 就偷吃了 而且这牛奶 是过年的时候 露露拿回来的 是好牛奶 万一回来丢了 怎么办 刚才劝我 寄存化妆体衣服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这时 旁边执击口 传来了争执的声音 爸 昨天的剩菜 你带到机场干嘛 一道苍老生气的声音传来 昨天的剩饭 不吃就浪费了 我带到旅游的地方 吃不行吗 我看向旁边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大叔 对着年轻的女生 吹胡子瞪眼 那个大叔指了指我们 对着女儿说 你看 别人也这样 人家的女儿 就没像你这么暴躁 我和那个女生对视一眼 都挤出了一个苦笑 两个人都灰头土脸 后面等待办理手续的乘客 还有很多 已经有人拿着手机 在拍视频了 我可不想一下飞机 看到自己的脸 出现在头版头条 于是果断对地勤人员说 你好 都脱运 多少钱 我交 直到上了飞机 王璐才发现我脸色不好 她笑着说 我妈就这样 我都习惯了 如果不是早上把剩饭吃完了 她也要拿袋子装着走呢 我妈就是舍不得浪费 我给她买了洗衣机 她也舍不得用 他们那一辈人就这样 吃苦吃惯了 咱们当小辈的 还能和她们记仇啊 我望着窗外 没说话 王璐也没空关心 我想什么 转头去安抚在嘟嘟囔囔的她妈妈了 那时的我隐隐想到 到了目的地 幺蛾子会更多 果然 折腾一天 傍晚时分终于到了目的地 看着夕阳的金光洒遍天空 我这一天的闷气也被一扫而光 我拿着手机联系酒店前来接机的人 不料陆阿姨在看到车时连连白手拒绝 这车肯定很贵吧 咱们走过去吧 就当是六弯了 我赶忙说 阿姨 这是酒店派来接的 不要钱 经我的好仪痛劝 陆阿姨才勉为其难地点点头 那好吧 上了车 她左摸摸又看看 这酒店真不错 是比咱们那小地方的酒店好 咱们那儿的酒店啊 我们家陆陆去住过一次 我和她大伯都去看了 连水都不让喝 我坐在副驾没搭茶 累了一天 我只想回酒店里赶紧躺平 没想到 到了酒店 陆阿姨看了一眼酒店的大门 就直说不能住 这酒店一看就很贵 这不是浪费钱吗 你们赶紧把钱退了 咱们找便宜点的酒店 我看看王陆 他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 那这性子说 阿姨 这个酒店不贵 现在是旅游忘记 好点的酒店都是这个价钱 去哪儿都一样 陆阿姨就是坚决要走 阿姨 我有他们家会员卡 所以可便宜了 陆阿姨撇撇嘴 很便宜 那你们俩住吧 我随便找个大桥下面 对付一晚上就行 能省出来一个房间呢 少花点试点 王陆撇了我一眼 出声劝道 妈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们怎么能让你在外面睡呢 这算什么 我们那时候 眼看又要开始追忆往昔了 我赶紧打断 阿姨 这家酒店就是租两间送一间 你要是不住 多出来的那个就浪费了呀 多可惜 行 那我住赠送的那间 对了 这酒店用水不要钱吧 都不要钱 用水用电都不要钱 阿姨你尽管用 陆阿姨终于消停了 跟着我们进了酒店 刚躺到床上 我常常叹了一口气 翻身给我妈妈发微信 妈妈 我真的好累 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我妈迅速回复 小主 是谁得罪您了 脆嘴 打烂她的果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 就听见了敲门声 楚楚啊 给阿姨开门 我把你的脏衣服拿去洗 我任命班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门 阿姨 酒店有洗衣机 需要我带您去吗 不用了 洗衣机哪有手洗干净 我们那时候 寒冬腊月都是去和离手洗 手都长出洞窗了 酒店的水不要钱 正好洗衣服 阿姨 我没衣服需要洗 我话音未落 陆阿姨又感慨 楚楚 你房间真凉快啊 阿姨 王露没去给你开空调吗 她想开 我没让 阿姨不怕热 我们那时候 阿姨 您不是要洗衣服吗 快去吧 我躺回床上 只感觉筋疲力尽 闭上眼 却想起 每一次出现状况时 王露总是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任由我和她妈妈这样两个并不相熟的人直接沟通 如果以后我和她妈妈出现矛盾呢 她会站在我这边吗 而陆阿姨 她年轻时吃了很多苦 任由自己沉浸在苦难里 并把周围的人一起拽进苦难中去 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 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 楚楚 快起床了 我看看手机 这才早上六点钟啊 打开门 王露陪着陆阿姨站在门口 快走吧 出来旅游 又不是为了睡觉 在早餐区 看到陆阿姨掏出了咸菜 我已经波澜不惊了 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妹子 哥从家带了馒头 吃两口 一转头 竟然是昨天在机场遇到的那对妇女 陆阿姨兴冲冲地拿了个膜 也把自己带的咸菜 给那大叔分了一点 大叔的女儿眼下乌青 面带怒容 看到我 露出个无可奈何的笑容 你好 我叫李可 这是我爸 我叫林楚 这是我男朋友王露 那是他的妈妈 叫露阿姨就行 吃完饭后 两位老人决定结伴而行 两家队伍一起出发 我已经无力说什么了 行吧 我打个车 打车 楚楚 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这么铺张浪费 走过去不就行了吗 天气燥热 我的心情也很烦躁 十公里 大夏天的 难不成走过去 陆阿姨不以为然 才十公里 我每天早上去城东的菜市场买菜 每天七八公里来回 李叔叔也在一边帮腔 是啊 现在的小年轻 真是吃不了苦 李可直接炸毛了 走过去 起码得四个小时 一上午都没了 还玩什么玩 吃个午饭 再花一下午走回来吗 花那么多钱 就是为了出来散步的吗 我悄悄给李可 竖起大拇指 这话我不方便说 王璐又装死不说话 李叔叔嘟囔 我早就说不想出来旅游 不是你天天在家念叨 羡慕隔壁阿姨出去游山玩水吗 王璐这时候跳出来调停 算了算了 长辈就是吃苦惯了 咱们就听他们的吧 走了一公里 我热得汗流加倍 陆阿姨和李叔叔 已经满头是汗 但还是坚持说 根本不热 两个人聊天 语言间都是责怪 我们这些小辈乱花钱 好好好 我花钱找人骂我是吧 你们爱在大太阳底下 散步我不管 我不想晒太阳 我先打车过去了 我没再看他们 找了个树荫开始打车 没过一分钟 我听到有脚步声逐渐靠近 我原以为是王璐来了 一抬头 发现是李可 我真服了 不懂他们在想什么 你男朋友乐意陪着 就让他去吧 我再跟我爸待一会 得长好几个乳腺节节 固执的长辈 比难缠的甲方都可怕 你打算去哪玩 咱俩先去 我和李可逛了一上午 王璐才带着陆阿姨和李叔抵达 三个人来不及说话 静止拿起桌上的水壶开始灌水 我给他菜单 婆婆掏出自带的咸菜摆在了桌上 我和李可点了一桌子菜 陆阿姨和李叔坚持不吃 你们先吃吧 我们不饿 说着就听到了肚子的咕噜声 没事 你们不用劝 我真的不饿 李可直接说 爸 没人劝你 李叔尴尬地咳了两声 我也没说话 自顾自开始吃饭 王璐看我的样子 小声对我说 楚楚 你劝劝妈 她走了一上午 肯定饿了 她是你妈 还是我妈 你怎么说话呢 拒绝孝心外包 你自己又不是没长嘴 王璐生气了 一扭头开始吃饭 我看着王璐 心中满是失望 等我们都吃完了 陆阿姨这才说 还剩了一半呢 你们怎么不吃完 李叔叔也说 算了 咱们替他们吃完吧 这些孩子真是浪费 是啊 咱们那时候 我直接扭头离开了餐桌 过了半小时 陆阿姨和李叔叔 吃饱喝足出来了 看到陆阿姨脸有些红 我没忍住 还是开口问了 陆阿姨 你脸色不太对 是不舒服吗 没事 这点小事算什么 晒了一上午 会中暑吧 要不买点 霍香正气水吧 不用不用 喝点水就行 我耸耸肩 行吧 尊重他人命运 李阿姨兴致勃勃开口 那咱准备回去吧 得走一下午呢 早点走 就能早点回去歇着 合着今天 就打算吃顿饭呗 我还想去博物馆看看 你们自便 我直接打了车离开了 我自己一个人 在城市中 感受人文风情 心情前所未有的畅快 我也在想 我真的需要这个男朋友吗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一厢的夜景美不胜收 我在市中心的轮渡上 接到了王璐的电话 刚才有宝洁说漏嘴了 我妈知道酒店很贵 坚持要搬出去住 行啊 听阿姨的 那你快点回来收拾东西 我疑惑到 我为什么要收拾东西 王璐语气冷峻 你不和我们一块走 走什么 我又没觉得这酒店不好 你们要走自己走 你又在闹什么脾气 我妈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谢谢 我不需要这种好 灵楚 你不要闹了行不行 王璐 我是来感受世界的 不是来当苦行僧的 你们愿意吃苦 你们去吃 我不愿意 我干净利落挂了电话 结果半夜 我刚睡下 王璐又打来电话 楚楚 那个你能来烫医院吗 我妈住院了 原来 他们住进了青旅 王璐他妈妈 发烧了走不稳 偏偏王璐 还让他妈妈 睡在了上铺 半夜 璐阿姨想起床喝水 踩空了梯子 摔到了地上 骨折了 我到了医院时 璐阿姨正吵吵着要出院 还不是为了帮你们省钱 我这才摔下来 大半夜被叫来收拾烂摊子 我本来就烦 直接对他 没苦硬吃是吧 璐阿姨不服气 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你吃的苦还不够吗 你成为人上人了吗 璐阿姨耿着脖子说 这几天出来吃饭 坐车 我省了多少钱 反倒落得一顿埋怨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暴毙看着他 是吗 你出发那天 非要吃那口剩饭 坐公交车 导致错过了飞机 我花了三千多改签 舍不得那十几块钱的苹果 我花了一千多交托运费 你不肯住酒店 非要自己出去住 酒店取消 也有手续费 住了轻旅 又摔倒骨折进了医院 手术费 还不知道要多少钱 你倒是告诉我 你省下的钱 都到哪里去了 璐阿姨大声说 幸亏我这几天节省 要不拿来的钱住院呢 我无语望天 你这不就是省小钱 吃大亏吗 亏的是你的钱 又不是我的 好好好 合着你的钱是钱 我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呗 我气得想转身就走 王璐好说歹说 把我拉住了 璐阿姨还在说 我要出院 我回去躺几天就好了 医生都是骗人的 这时 隔壁床的大娘听不下去了 你这人 怎么敬给孩子们添乱呢 伤筋动骨一百天 得赶紧治啊 不然拖成大病 花的钱更多 璐阿姨满脸堆笑 有些尴尬 老姐姐 你说得对 我听你的 我简直无语 外人的话坚信不移 家里人的话一句不听 怎么 你是觉得 我们想害你吗 你又不是我家里人 璐阿姨几乎是 没经过反应 就说出了这句话 我冷笑一声 我今天就多余来这趟 我转身就走 在电梯口 王璐拉住了我 她戚戚爱爱半天 楚楚 我工资还有半个月 才能发 你能不能先垫付一下 发了工资 我马上还给你 垫钱 可以啊 王璐如是重负地笑了 我话锋一转 但是 这几天来 由于你们的种种行为 导致的我的损失 能不能先赔给我呢 王璐皱眉 你的就是我的 有必要算这么清楚吗 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 盯着王璐这张脸 从我身上吸血的时候 想着是一家人 当利益受损的时候 就高高挂起 王璐说 我妈妈吃一辈子苦 习惯了 你就非得和她计较吗 她吃苦一辈子 是我导致的吗 你找一个能陪你们母子 一起吃苦的人吧 借钱 可以 但是需要打欠条 并把之前改签 托运费 酒店手续费 一并写在欠条里 欠债不还 我就把你挂朋友圈 让我们的同学和同事 都看看你的嘴脸 对了 忘了说 我们分手吧 我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旅行 踏上返程的飞机时 我收到了王璐发来的短信 我妈已经出院了 借你吉言 我找到了能和我一起吃苦的人 就是李可 我们很快就要在一起了 我笑了 梦里什么都有 我祝你成功吧 笑死 她不知道 我和李可早就加上微信了 她时时转播 向我转播李叔叔和陆阿姨的奇葩事迹 姐妹儿 我太羡慕你了 还能甩手走人 而我还要跟着受罪 我发了一连串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 他们有多离谱 能走路 绝不坐车 我买瓶矿泉水 都不行 他们会从兜里掏出来保温杯 说是从酒店接的水 我爸背着重包 煎粥盐饭了 现在改让我背了 对了 你那男朋友 哦不 前男友 他有病吧 不帮着我说话 还道德绑架我 我只能说 分得好 我哑然失笑 并顺手发了一连串美食和美景的照片 刚拉黑了网路 我又收到了李可的连环吐槽 救命啊 为什么要坐绿皮火车 本来说好了坐飞机的 火车三天才能回家呀 我请假没请那么长时间 这个月全勤没了 工资也扣了 乳腺节节也涨出来了 哈哈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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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贱的 非要带我爸出来旅游 给自己找罪兽 我无情地继续 哈哈哈哈 我回到家里 把王鹿的东西都打包起来 扔到了物业 把王鹿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告诉他去哪儿拿东西 王鹿则趁机给我发了一张图 配文你反思一下 我一看 是他妈发的朋友圈 儿子的前女友不体经 好心好意为他省钱 却落得一顿埋怨 哎 当妈真难 我翻译了一下 评论区对我口诛笔伐 大姑 年轻人都这样 一点都没有孝心 真是伤心 三姨必须让他们分手 我给鹿鹿介绍个女朋友 是当老师的 肯定孝顺 四叔 咱们家这是怎么了 孩子们都不理解父母的苦心 王鹿那二笔还让我反思 我深刻反思 得出了重要结论 我特么就不该和你在一起 快点还钱 王鹿闭嘴了 我越想越气 今年还没带我爸妈出去旅游呢 起身开始做攻略 却收到我妈发来的微信 姑娘 你成为网络上的红人了 姿牙 原来是王鹿他妈妈玩抖音 发了一个视频批判我 说未来的儿媳铺账浪费 而李叔 也在评论区一唱一和 王鹿他妈在评论区说 这样的儿媳谁敢要 反正我家是不要了 这个视频 竟然引来了上千位花开富贵 宁静致远的吐槽 我吃这么多苦 不都是为了孩子们吗 他们却不领情 我家儿子最心疼我了 我儿媳妇可恶 老是挑拨离间 我就让他们离婚了 现在的孩子就是 过得太好了 就应该多吃苦 真正扩大舆论的 是一位年轻博主的吐槽 有一个没苦硬吃的家长 是什么体验 众多网友纷纷诉苦 我奶奶中花生扭到了腰 几万块没了 我让她别中了 她说不中花生 哪有钱买花生油 我告诉她 你支腰的钱 购买一车花生了 我奶奶也是 家族聚餐的时候 谁劝都不上桌 非要等大家吃完了 再去办锅底的 糊饭吧吃 我妈夏天不肯开空调 她嫌一个月 二百的电费太贵 结果热晕了 在医院花了两万 很多年轻人 冲进了 王璐她妈的评论区 替我证明 也和很多 没苦硬吃 自我感动的长辈 唇枪舌剑 家人们 根据博主的回复 我大概还原出了 一个真相 小姐姐扶贫 和博主儿子谈恋爱 听男朋友说 博主以前吃了很多苦 于是决定 带着博主出去旅游 没想到 出钱出力还不讨好 在此过程中 小姐姐发现 未来婆婆没苦硬吃 男朋友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认清了这一家人的 真面目 果断分手 而前男友 认有母亲造谣 前女友 也一声不吭 我看着这条评论 简直热泪盈眶 清汤大老爷 让我们恭喜小姐姐 跳出火坑 小姐姐 你还去旅游搭子吗 我保证你让我吃火锅 不吃麻辣瓣 你让我喝奶茶 我绝不喝矿泉水 要是有个富婆 请我出去旅游 让我吃香的喝辣的 我也愿意呀 大馋丫头 既要又要是吧 我爸妈也刷到了这个消息 赶忙来告诉我 我爸妈可怜我遭遇这种事情 提出带我去旅游散心 我看王璐他妈妈说 要去歪城旅游 大姑娘 你也带我们去 我和你爸拍视频 让他们看 好 刚落地 我接到了王璐打来的电话 支支吾吾说 请我帮忙 原来王璐和他妈去的是那种 四十块三天两夜的旅游团 王璐他妈妈以为捡到了大便宜 兴冲冲就报名了 李可的爸爸本来也要去的 被李可阻止了 然而李可的爸爸根本不相信他说的 李可只好报警 请警察叔叔来说明 李可的爸爸对着警察说 我女儿就是脑子有病 最后民警苦口婆心劝了半天 李叔才勉强答应了 李可向我吐槽 说句不好听的 我都怕我爸胡伦各去的 一块一块回来的 这么便宜的旅游团 谁知道是不是把人卖去嘎腰子的 对了 你那前男友和他妈好像也去了 你要不劝劝 我猛猛摇头 我选择尊重他人命运 算下来 今天是王璐他们出发的第一天 怎么这就出问题了 王璐说 这家旅游团说什么住豪华酒店 实际上是让十几个人住一个大通铺 都没法翻身 送来的菜是前面饭店宴席上盛的 我笑笑 多好啊 不用花钱就能吃到了 阿姨肯定很开心吧 王璐语气非常急迫 导游威胁我们 说如果不买东西就被关在酒店里不让走 我妈现在来买镯子 一个要八千块 我哪有那么多钱 你先借我一点应应急 等下个月工资到了 我一定还给你 我好整以暇地说 友情提示一下 你现在欠我的钱 已经把你后半年的工资都预支了 王璐气急败坏地说 你就这么急着要钱 行啊 你来替我照顾我妈 我回去工作赚钱 搞笑 她还想说什么 我直接挂掉了电话 后来 我在新闻上看到了消息 官方取缔了当地的旅行社资格 在新闻一闪而过的画面里 我看到了王璐的身影 三天后 王璐她妈妈发了一条抖音 说想请亲家母吃饭 我爸评论 没空 我们家楚楚要带我们去吃海鲜 下午还要去坐轮船呢 评论下方溢水的 叔叔这种性格我太爱了 一点不扫兴 我点进我爸的首页 发现他从旅游出发 就开始拍视频 大姑娘请客坐飞机头等舱了 姿牙 大姑娘说要带我们夫妻俩吃海鲜 这大螃蟹真肥 大拇指 上条评论区说年轻人得多吃苦 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觉得有道理 女儿带我们坐轮船 我和老婆偷偷加价去行政舱 嘿嘿嘿 评论区 哈哈哈哈 哈哈再苦不能苦自己是吧 女儿 你俩今晚最好两只眼睛轮流站岗 女儿 我会在普通舱 永远注视着你们永远 我在轮渡自住餐区 找到了暴风吸入的爸妈 一屁股坐在他俩对面 他俩黑黑一笑 给我塞了个大鸡腿 顺便无视了我忧愿的目光 在甲板散步时 我问爸妈 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苦啊 爸妈腊瓶 能吃苦 是个人能力 爱吃苦 那是脑子有坑 我和父母刚下邮轮 我就接到了王璐妈妈的电话 家里有两茶韭菜 今天长好了 你回去收一下 你打错电话了 楚楚 阿姨知道你在和小鹿闹脾气 但是那些韭菜不收就可惜了 拿去菜市场能卖二十块钱呢 我是什么狠贱的人吗 一顿韭菜都赶不上我一天的工资好吗 我没好气地回复他 可以啊 回你家一趟 来回路费给报销吗 你这孩子 竟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一天一万块 只要钱到手 干什么都好说 回应我的是挂断电话的声音 切 过了几天 李可给我po了一张在医院的照片 我爸进医院了 猜猜为什么 该不会是因为吃坏了东西吧 李可生无可恋地说 我这辈子都没想到 有人会因为吃过期的要进医院 想不到吧 这样还是你前男友他妈送过来的 说要过期了 得赶紧吃 不然就浪费了 又过了大半年 我看到了一条热搜 X母子使用油烟机回收油炒菜 导致死亡 我看到了一条热搜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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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搜索